最近台湾很夯的戏剧 我们与恶的距离即将迎来大决局 非凡新闻也独家访问到 剧中饰演冷血杀人犯的李小明 他私底下竟然是个超爱卖萌的阳光男孩 还是一位专业model 为了剧中四句台词暴瘦6公斤 差点要走火入魔 嗨 大家好 我是可原 我在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 饰演的角色是李小明 180公分高 温暖笑容 还有一双爱笑眼睛 让人惊呼和剧中冷血杀人犯也差太大 现实生活的李小明竟然是 热爱健身对比剧中李小明 瘦瘦憔悴模样真的是甜茶地 还是一位专业model 可爱你可以先帮我们来一段 就是剧里面李小明的神情吗 有点可怕 有点可怕 蛮可怕的 还补瞪了你一眼 对啊 好可怕 梁卓为了这个角色爆瘦啊 嗯 最少六公斤 把那个时候真的瘦蛮多的 像是家人跟朋友 你在接演的那段时间 你的角色 你的性格感觉整个变了 对 可能不论是看人的眼神 或是整个状态 都会让人觉得相处起来 好像有一点跟以前的我不太一样 就也不笑 然后就是 然后就吃完就 那走了 朋友最后就是可能再过一个月 就会说你终于回来了 新生代演员王可原 平面模特儿出身 怎么摆怎么有架式 还会偷偷卖萌 在大大小小的广告中 都可以见到可原身影 跟霍峰小刘以豪称号 真情暖男 粉红泡泡 曾出演过多部MV男主角 这回在雨恶的剧集中 虽然第五集就被枪决 台词还不到四句 但可原靠着研读 存在主义的书籍进入角色 几乎要走火入魔 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您那时候怎么准备这一幕吗 我更专注在某一些 我想要看的书上面 我想要了解的议题上面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 然后开始看这些东西 然后当你越看 你就会越忘记 你身体必须要的什么食物啊 什么其实都用不到 穿得很像小明的样子 就是我们定装的样子 然后我就从我们家 一路走走走走到戏院 对 走到我们的拍摄地 然后在路上就是只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看的书的答案是什么 你就会觉得 好像钻得太深了 他怕你就是真的进去一个 就是 他就想着可原 可能已经降到神员里面 可能要出来一点 那就出来一点 刻意两天不睡不进时 花两个小时从家里走到拍片现场 导演一喊Action 冲进戏院扣下板机 内心由衷解脱 可原也让我们看到 戏剧角色背后 演员尽了多大努力 记者 温婉婷 方绍晨 台北采访报导 主意的 我怎么能够 所以我们下期的 我们下期的 这种试解